小美一看父亲下狠手,赶紧上前替她说好话,男人这才逃过一劫,但她却没有因此收敛,反而盯上了村里的寡妇,走上了一条不归路,这个变态的男人叫大雄,从小母亲就难产去世了。 父亲为了养家每天早出晚归,所以妹妹小美是她一手带大的,因为从小缺少母爱,又长时间不与外人接触,大雄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,她开始害怕和人交流,但没有人理解她,父亲嫌弃她整天宅在家,没有一份正经工作,妹妹觉得她没有出息,整天对她指手画脚,就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看不起她,还给她编了段顺口溜嘲讽她,但她毕竟是个男人。 这天一个小寡妇经过她家,大雄瞬间心痒难耐,她悄悄摸摸地跟了上去,离老远就看到寡妇在喂孩子,为了看得清楚些,她还往前挪了几步,看着寡妇认真的样子,大雄的眼神开始变得火热,随后她失魂落魄地回了家,却正好撞见小美和男友拉拉扯扯,眼看好是被打断,小美骂了几句后就进屋了,但男友阿明却不依不饶,讽刺她金刚钻太小,所以才揽不到瓷器活,这要是换别人早拼命了,但大雄竟然奇迹般忍 晚上她在外面生闷气,却意外看到小美和男友切磋,她越看越烦躁,没忍住捡个瓦片砸了过去,看着惊慌分开的两人,大雄心里痛快极了,回到房间后,她拿出珍藏的艺术招,消耗自己多余的精力,但以往都好用的方法,这次却没一点用,于是她对小美打起了坏主意,这天小美正在看电视,大雄一看赶紧打扫卫生,她反复寻找各种角度,为了看得更清楚些,不惜跪在地上擦洗地板,小美很快发现了她的目光,大雄觉得尴尬, 灰溜溜的快步离开了,但小美却追了上去,对着她破口大骂